少林,少林,有多少英雄豪杰把你景仰? 天下武功出少林,提起少林寺,不仅在中国妇孺皆知,而且许多外国人还认为中国人都会功夫。 其实,少林寺不仅是中国功夫的至高点,还是佛教圣地。 嵩山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峰中越嵩山西路,面对少氏山,被依无辱风。 据史书记载,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,即公元四百九十五年,印度僧人跋佗,从古印度跋涉来到中国,得到前信佛教的孝文帝崇拜。 因跋佗喜欢隐居幽静之处,孝文帝就让人在少氏山下密林深处。 为他建了一座寺院,因其坐落于少氏山密林之中,因此取名为少林寺。 北魏孝昌三年,也就是公元五百二十七年,释迦牟尼的第二十八代佛徒菩提达摩,历时三年到达少林,守传禅宗,影响极大。 因此,少林寺被世界佛教界统称为禅宗祖庭。 特别是唐朝初年十三棍僧就驾李世民得到了唐王朝的高度重视,博得了天下第一名差的美誉。 2006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我国目前最高级别的五个级旅游景区。 历史上少林寺曾一次被废,两次被焚。 被废的时间发生在北周五帝时,当时国内信佛人数占居民一半,生产受到影响,损害了皇室利益。 于是建德三年,即574年,周五帝下令进福道二教。 少林寺被废弃,僧众纷纷遣散回乡。 七世纪初,少林和尚们因在李世民征战中驻战有功,受到唐王大力支持,又重建少林寺。 到宋朝时,少林寺已聚集僧人两千多人,楼台殿阁五千余间,占地三十六公顷,藏经近万卷,号称天下第一名差。 清朝雍正年间,皇帝怕五僧造反,就放火围攻寺院,将少林寺置于火海中。 乾隆以后又加以重修。 1928年,军阀十有三又纵火将明差复之一具,这次大火损失严重,或是延续五个昼夜,期近院落只剩下两三间,无数经典,法器等贵重文物化为焦土。 建国后经过多次整修,逐渐恢复了昔日模样。 少林寺不仅因其古老神秘的佛教文化名扬天下,更因其精湛实用的少林功夫而驰名中外,中国功夫灌天下。 这里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,少林武术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武术正宗流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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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